今天再介绍一个Windows内建的功能 给各位方便各位工作的时候 更好管理你的工作 我们一般在桌面上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开很多视窗 在开视窗的同时 我们可能会去调整它的区域 比如说一边开一个即时通 然后一边开资料夹 然后另外一边比较大的面积 可能是开你的工作的区域 所以就可能同时会有三四个视窗 在一起工作 那我们其实Windows里面 它有内建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萤幕它可以帮你做分割 你只要把你的视窗往四个角落移动 比如说这边 你移到这边的时候会发现 它会自动 各位有看到吗 看到那个背面引擎的区域 当你把视窗移到角落的时候 它就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你滑鼠放掉 它自动会帮你切成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你的工作的区 视窗拉到角落的点 它会自动帮你切成四分之一 所以这样打开 直接放在角落 它就会切成四分之一 同样的这个也是 它会直接帮你切成四分之一 那这样子就会自动帮你排好你的工作视窗 那这好像又变成一个可以买大萤幕的好理由 那还有就是除了这四个角落之外 你如果放在中间 那一样会闪一下 然后自动帮你切一半 所以你就可以把工作的区域 工作区域 你其实是可以放到一半的大小 一半的大小 然后另外那个非工作区域 比如说你要随时跟人家做联系 那你的LINE的视窗可能就可以放在这边 四分之一 然后另外四分之一 然后放你的工作的资源等等